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在运作室 也就是说你需要把软体放在硬体上面 然后操作完之后才能够系统能够动 那我想ARK AIOT竞赛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是一个将近长六个月的过程 所有的学生进到这个program来的时候呢 他先会拿到一块板子 这是一个纯硬体 但是你怎么让这块板子能够动起来 你必须要写软体在上面 那写软体动起来之后呢 你还要再连接其他的东西 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interface 去控制其他的 不管是sensor也好 不管是马达也好 不管是其他不同的硬件也好 这都是一连串的过程 所以从一个纯粹软体的人 或是硬体的人 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整个系统建构起来 我相信所有学生呢 在这里面呢 经过了这个六个月的锻炼之后呢 其实都会长出不一样的能力 因为这个在我们正常的学者里面 事实上是比较难 因为我如果是学硬体 我大概跨不到软体那儿去 可是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 你得要软的硬的 而且是整套都要把它做成 没有错 要跨出原来自己的一个单纯的能力 没有错 这个呢还是所谓的硬实力而已 叫做hard skill 但是更重要就是说 因为你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team 这team可能是两个人 可能是三个人 所以你必须要teamwork 你必须要communication 你必须要有collaboration 然后你会碰到一些呢 你没办法解决问题 你必须要proven solving skill 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来到了这个比赛呢 最终决赛呢 你必须要能够present你的东西 做简报 做简报 然后呢 你还要接受评审的挑战 提问的回答 你必须要做proven handling 最后呢 最后呢 你必须要呢 在整场里面呢 你能够完整把你的结果呢 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从简单的hard skill 到sub skill 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学生在这里面呢 其实会锻炼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就是说如果我以前如果年轻的时候 我当学生有这样的竞赛的话呢 我想我的收入一定是特大 是 其实我们私底下也跟几个参赛学生聊过 他们感觉到好像这个眼界有打开 他觉得在学校里头 他说大家彼此不会有这么激烈的一个 好像进步吧 这个叫激烈 他说被挑战被问问题 是是是 对他觉得很大的一个刺激 确实是 而且呢我想 他的难度其实是相当困难 特别我们今年是AIoT加入了一些 machine learning跟AI的这种library 所以让学生呢 虽然还没有出学校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有机会接触到 接下来全世界的发展 这些叫做smart device 或者是smart everywhere的这个时代 跟世界是同步的 对我想这个对学生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想也是我们希望呢 能够让学生呢 进到业界之前呢 能够先有一个铺路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Robert 精彩的分享 其实真正的点出了 参加这个竞赛 学生们在硬实力 软实力上面 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强 是 太棒了 非常谢谢Synopsis 更谢谢Robert的分享跟介绍 也谢谢你的一人 谢谢 产业加油 加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产业人物WhatPeople的YouTube频道 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和我们一起为产业加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